新台消息 我們要來看林苗保教室 加吉分數 為民國一百零六年 一直到一百十年 在加吉跟台南的山區 來設主動勝吉 去感受亞生動物的動態 也很好玩去協助臺灣黑貓 在南馬家在找這些衛兵 另外要再頭一次記錄到貓仔 對她的媽媽在外董的領事 尤其是家庭貴 我們做一個黑貓 在吃東西發現她的工作人員 鑽定都很安靜 沒有多久黑貓吃飽後 就半過卡進去 這是去年林苗保學室 加吉分數的工作人員 在南馬克 山克 流約進行保有調查 還有上司回收的時候看到 分數由民國一百零六年到一百十二年 在加吉台南山區 加上主導上司來感受亞生動物 續勤的動態 發現在黑貓感受界外當中 有記錄在發情的武行 當季鑽設府警察是第一次 起床兩隻小隻雞 在在武行後面 加吉分數表示這現時的保佑的成果 也有記錄在水龍在在生年巴育 壓迪睡在在找東西吃 還有山羊在看狗頭 這種很趣味的外面 黃猴雕呢 還有這個野豬呢 族群整個在密實的狀況 那另外山羊呢 他也針對這個相機進度非常好奇 目前紀錄分數一百十年到一百十二年 還有中逐群變動 大部分都是穩定 黑群黃蝦雕黃蝦 黃屬蘭還有水龍 主要分佈在中間海拔 但是黃蝦雕水龍有相機海拔 來擴散的狀況 也台積民眾 如果是當地的亞生動物 一定不能來接受 不能鑽料 馬蝦雕衣麵嚇 這也當劈眠的領域的根料 現在領回庭王劉婷 但憲坤加以報道